迎面更有 千千百年 這小海島 新積再戰 東方似諸 誰也真是 由此加上美麗摧灑的冠冕 我身後的紅館已有四十年歷史 它是一個殿堂級場地 所有歌聲都是夢寐以求在紅館開演唱會 為什麼紅館有這麼大的威力呢? 一個字, Location 無論在香港任何一個地方 要來到這裡都很容易四通八達 以前隧道過海整天塞車 但現在紅磡經東鐵線過海 只要五分鐘而已 我今天約了兩位在樂壇舉足輕重的好朋友 來跟我談談音樂情懷 雖然年年夜五歲 但已經中華樂壇半世紀 譚詠麟唱過的金曲數之不盡 狼獲無數獎項 更加會不惜公本打造特色的演唱會 單單在紅館它就開了近二百場 加上經常毫不論識教導後輩 得到眾人的敬重 獲得譚校長的稱號 至於文歌王子Albert O 他既是DJ, 又是歌手 對香港的樂壇, 遼如指掌 今集有他幫忙做嘉賓主持 就由當年阿倫派歌上台的回憶說起吧 我訪問你, 我說你這首歌 有愛到你發狂, 有天邊一隻眼 很有趣的, 甚麼歌都有 我說阿倫, 你現在在做甚麼 說一句話很好 他說我是一個非常走鋼銜的歌手 當時你講過 對, 我對著你講的 不是節目中說嗎? 對, 我說你走鋼銜 如果你跌在那邊 就變成了愛到你發狂, 發狂那些歌手 對, 踏這邊就變成了今天的譚明倫 唱的情歌真是… 想死人的 對, 你聽我說 對, 其實你說的 當時只不過是首兩張唱片 還沒踏到哪一邊 你是去試探? 在試探 其實我在試路 到後來真的有一首歌 這首歌就決定我走這首情歌路 就是亡不料理 就是這首歌和這首歌出來 就是漫影的時候那一陣 無知戀那一陣 我沒聽過 墊定了 忘不料理 這是它的爆發點 忘不料理 它成名真是軟與歌 沒聽過 大爆發點 可以哄兩句嗎? 你這樣… 我知道 很厲害 除了忘不料理 每天為我沙滴眼淚 這裡已經是總餐了 可以 除了忘不料理 就大爆發了 然後有一堆情歌 還有一首歌 也挺巧合的 是否有些翻兜 我記得去看你的電影 陰陽床 幻影那首歌 但沒有補充 是的 這首歌是沒有補充的 沒有補充的意思是沒有推 即是說整首歌 那麼多歌 我們不播這首歌 叫你的DJ 你播這首歌 但我們看完電影 出過Roller 片尾 正在播放這首歌 深受感動 是感動 全場觀眾都安靜不離開 平時都離開了 你正在出現時望 但那首歌一出 我說這首歌很厲害 就會回去 我們就播了 開始播了 越播一下播 你知道我們DJ有十個八個 互相影響 即是覺得真的有一點 就是你不播 不夠品味 你真的唱過多少首歌 過千 過千 有百多人唱片 過千 你多少首歌 你多少歌詞 你問中他死穴 那些歌迷都記得了 但他忘記了 那很沒面子 那你這首歌 譬如我現在唱這首歌 我經常記得 那這五六十尺 唱完之後又要搬 別的五六十尺 那又很… 那幾年之後才再唱 這個最重要 沒有字幕記 有些歌已經是寫在地上 地毯都寫了 整個舞台 你沒有看近的 以前沒有播放的 還有哪首歌到哪首歌 我最經典的一次 胡椒人 本來是都市暖曲 我現在跟大家唱一首 愛在心臭 一輩子都… 一輪都不起音樂 奇怪 後來也起,但是那些燈 散發了出來 後來鬼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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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開過這麼多次演唱會 除了有些蝦蜜趣事之外 裡面還有不少創舉 我是第一個做中間台 四邊台的藝人 是嗎? 如果你說過這次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人 八四年 對,八四年 八四年 那又如何呢? 那個過程我都覺得很離譜 因為我都唱歌 我都會開演唱會, 但沒有開這麼大 但是所有歌手都知道 如果明天就開演唱會了 你會怎樣? 當然在家裡, 可能快點睡覺 或者吃東西, 或者操練 或者在唸歌 你知道他怎樣? 他約了我去打場球 多離譜, 很記得的 而且打到你明天可以表演 你搞什麼? 其實當時我特地在唱歌曲 因為以前沒有提詞機 也沒有太多大字母 很緊張 我一邊打球, 我在唸歌詞 還有減壓 還有減壓 我一邊打球, 其實我在唸歌詞 他不知道的 很離譜, 你不用睡覺 你要休息 很大壓力 你唱了幾首歌嗎? 普通人, 20首歌曲 比較鬆一點 就去一個表演 但我很有趣 我的正式演出時間 是由8時15分 到10時15分 兩個小時 然後結束三個小時 有否試過不罰錢? 開頭不罰錢 後來他們… 因為影響太多人了 收工館的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的帶費 等等 二百多人 然後外面的巴士、船 對… 車等等 所有東西都要影響 你們全部搞到自債、收工 原來是要付錢 付錢的 人們乘搭的士、返回家 那段數字很大 對… 很大 所以以後就說明要罰錢 超過一分鐘都不行 因為他搞出來 譚校長不斷在樂壇開創鮮河 但他在88年宣佈 不再競逐樂壇獎項 這個這麼重大的決定 就令當時他的歌迷非常難過 其實當時我的心態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覺得在過去的五年 八百年之前的五年 數回來 我都在樂壇拿過無數的獎 如果再計算下去 我看到未來的三年 我沒理由自己強勁立馬 我的動力… 因為我還在去 一直向前去 我覺得可能會在某些地方 我會阻礙學生發展 不是那麼健康 所以我偽然就有這樣的決定 而且這個決定是沒有告訴別人的 最後在頒獎禮最後的二十分鐘 我叫了兩個人進去 一個就是張國中 我們公司的拍檔 第二個就是關維倫 我唱片的製作者 我叫了兩個人 一會兒我會有這樣的決定 宣佈 宣佈 他們有什麼反應 你知道畫字平時都沒有表情 對,沒有表情 完全沒有反應 哭到下巴都濕透了 自從阿倫宣佈不得獎 騰出空間給後輩表現 成就了九零年代四大天王的盛世 甚至二千年後 仍然有一代又一代的歌手 登上天王天后的地位 但是香港樂壇隨後一度清亡不止 到了近年新一批的年輕歌手 和偶像湧演 香港樂壇開始有復興的勢頭 未來可否追上前輩歌手的成就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對,譬如你去外國,你去過日本 我記得你參加過《紅白》 是嗎? 《紅白》是這個人的一個人 他不賣電視台而已 他是紀錄來的 因為《紅白》 說回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任何人在新年… 即是新歷新年的時候 都會看《紅白》 因為日本直播 對,很厲害 我不知道是否唯一一個… 唯一一個香港男歌手的歌手 鄧麗君是做的 是女的,陳美玲,鄧麗君 很多人去的,但是是女的 藍歌手應該是唯一一個 你不是唯一一個,我沒想到 暫時吧 起碼都是第一個 張國榮有沒有去過呢? 我不太記得 他去過東京音樂節 跟我們一起的 我們當年也有個笑話 是罵了出來的 因為我們一到埔 他有一個招待會 招待會就請了所有 別的國家的藝人 一起見面 是 我跟Leslie一出席 因為當時我們很急 可能大家都在香港買衣服 是… 整套粉紅色的衣服 撞衣服嗎? 是,細裝一模一樣 是嗎? 一模一樣的衣服 可能只會在那間買的 是,應該不小心 其實他應該告訴我們 是呀 誰先買的,誰先買的 誰先買了 不出聲 很出聲 一模一樣 我叫他出招待會 整套衣服一樣的顏色 多其是在那邊笑 自己在那邊笑 我跟他在那邊笑 後來已經有記者在那裡拍的 我擱抱著… Leslie We are Hong Kong Team 厲害… 這些是急才… 防彈少年團 這些都是急才,厲害… 化解了,甚麼都不要再問我 是呀,真的一模一樣 是呀,為甚麼會這樣 特意的,加起來的 是,特意的 應該你們可以開一間公關公事 他有賊彈這麼聰明 真是厲害 校長,你唱過這麼多場演唱會 當然有很多很多回憶 那你可否說一下 你覺得最過癮的一個演唱會是甚麼 不可以說是過癮 是最難忘的 最難忘的 最難忘的 一定要數大球場1994年 那個小聲的演唱會 因為當時大球場剛好起床 重新起床 新的大球場 新的大球場 然後之前有別的外國藝術 來做演出 就震得玻璃槍壞了 震得附近居民 對,因為很多居民 投訴 玻璃槍壞了 所以我那場演唱會 備受觸目 在臨演出之前 那個星期 不斷有消息 說要禁制,不讓唱 又不讓開 我每天下樓 外出門去做自己的事 是要面對中外記者超過300個 在酒店拿走 每天問我的消息是怎樣 能否能夠中途 很大件事 是,當時是國際新聞 是,終於開到 為了添加了一千多二千萬的器材 去配合戶外的藝術 我們只能開到0.5的度數 但已經燒標 已經燒標 因為牆壁很大 有些人在坐草地 坐草地看 他們剛才那些一千多萬是怎樣 就是把那些很小的喇叭 這個比較近 你一早來一早就要知道很多 但是如果你在遠聽 基本上就是很小聲的 你明白嗎? 遠著聽不到 遠著聽不到 我哀過 遠的那些沒有 喇叭是沒有用過的 那你來聽什麼 很厲害 我真的感動 感激兼感動 那幾萬 四萬三千萬的觀眾 那幾萬人的 四萬人 坐滿了 那三萬人都滿了 是完全沒有 投訴 投訴 是自得其樂的 自己要買東西吃 喝東西 然後 譬如我去到那個位置 前面這裡有一些前面 這裡有一些音樂 這些音樂的聲音 就會帶回到 這一區的觀眾 聽到小聲音機 就是要分區的演唱會 是的 而且別的區域 完全聽不到 這樣 尤其最遠的兩邊 後面 這個之後 我又覺得有一件事 當年的譚詠麟演唱會 已經不是演唱會 是一個 Phenomenon 即是在社會上 像嘉年華一樣 差不多 但是一種氣氛 等於我敢說 你那四萬多人 有一大半都聽不到你 那他為什麼要來呢 他就是想參與 參與 他參與 還有 還有一些 甚至他們在紅館那裡 開了這麼多場 在全港 有三分之一的人 都來看你的演唱會 其實是變成一種氣候 不是演唱會 變成一個盛事 很多人參與 隨時可能在外國 未必認識他的歌曲 都來 因為他想參與 我又想問一下 你這麼多在香港演唱會 你當然有很多回憶 在外國的演唱會 有誰值得你最回憶的呢 我自己經歷過的演唱會 最大的就是十萬人 十萬 足球場 在北京的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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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體育館 那些聲音 是啵啵的聲音 你感覺到那些人的聲浪 什麼叫聲浪 真的你聽到 你每一下叫聲 好像有任何東西 撥過來的臉 原來就是人的聲音 一起叫他 好玩嗎? 好 這樣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有陣風 有陣風 真的 你肯定是前無古人 是 其實我想問 有沒有後來者呢 你覺得 誰敢這麼說 怎麼知道 當然要 給我一個位子 幫我踩進去 給我一個位子 你踩進去 愛情陷阱 這個不是愛情陷阱 多大陷阱 不是… 其實挺誇張的 不可以說 我們只能給他 他就能上來 是 是要他們付出的 其實是一件事 我只是想跟他們說 千萬不要怕事底 有任何演出的機會 能夠在台上量一量上也好 或者參與也好 我記得阿倫 他破了一個例子 什麼例子呢 就是以前許冠傑 Sam 我們的大哥 他很少能夠出現 他很難訪問他 他直接不上電視 他是貓王 你很厲害 換句話說 一定要勤力 一定要付出 勤力之餘 那些歌的風格 只其一 其一 人的性格 第二 第二 很重要 是 即使電視台 電影圈也好 很多人來求我 他們可能是做P.A 是的 可能是做什麼 我記得一點 可能是做很低層的 剛才做 求我 大家 其實我這個節目 我知道你很辛苦 未必會肯做 但我儘管問一下 我說這個節目能否幫到你 如果你離開就好了 可以,來,就去吧 我舉手之勞 可以的,我再幫他 但是竟然到將來 可能有時候某些事情 別人會想到 這個當時可能幫過我 第一個選擇 可能是想起我 作為一個超級星星 我覺得很重要 就算他能幫你 是另一回事 另一回事 對這個人的感覺 所謂形象 不是在報紙上 我是這樣的,很英俊 你說也沒用 是真實 如果別人知道 親身經歷 原來他還不錯 有一點 又轉換話題 現在隨著內地的發展 香港很多歌手 包括李在愛 都去內地演唱 令內地的歌迷認識我們 你覺得 我們香港樂壇的歌手 在內地 怎樣可以更加發揚光大 其實曾幾何時香港 香港的確 廣東歌 即是講樂 就是在全世界華人的地方 都是發原地 所有信息都由香港出去 你都知道 香港樂壇 就是撿著 中國人偶爾 但是 的確 現在市場慢慢慢慢一轉 內地的市場也很大 在過去十幾二十年 我們親身上過很多節目 他們很有條件 因為他們市場夠大 如果我們香港人 用以前八、九十年代 那個生態過去 以為自己還很聰明 死定了 所以你說 如果香港的歌手 千萬第一件事 就是用自己那種 虛心一點 千萬別… 剛才我都說過 別怕吃吃看 甚麼節目 都算是嘗試 其實校長 你說這些 其實是放諸四海而皆盡 不只是歌壇 做人也是這樣 你是一個先驅 你組一批 差不多第一批進入中國大陸 開演唱會 你經歷這麼多人 做這麼多電視節目 你怎麼看香港的語歌 在全中國的發展呢 其實我看起來很簡單 主要是歌本身有武功分量 怎麼會有武功分量 第一 我們以前很注重的是甚麼呢 很側重是歌曲的旋律 是 以前的歌曲很有旋律 很漂亮的 歌詞又寫得好 是… 現在我們比較注重節奏 或者Rap 擺放很多自己的訴求 自己的感覺 放到歌裡面 不是不好 但是未必是到所有的聽眾和歌迷 都會知道你心裡想些甚麼 訴求些甚麼 即是難得到共鳴 共鳴 共鳴 其實歌詞 我都說笑而已 現在寫一篇歌詞 就是成篇論文 而且歌詞 你要這麼多時 要塞下塞下塞下 變成舊一代的歌迷 意境也不同 不知道是不是我現在越來越老 會的 我真的坦白跟你說 我覺得現在的新歌不是要聽 我來不聽你的 他剛才說過 我會在心偷 謝謝你 阿表哥 甚麼 愛情陷阱 那些我覺得最好 就是船女 因為以前我們作歌的人都知道 船女先走 然後那些填詞大師 才擺放一些字 而且不需要多 最重要是有意境 還有我們稱為韻味 那你作為一個歌手 你給了一篇電話簿這麼多的歌詞 我怎麼唱到韻味呢 我想問你 粵語歌有沒有前途 有沒有前途 當然有前途 只要你用心 只要你肯拿心和誠意出來 只要你真的有歌出來的資料是夠的 你說吧 一定要用心去做 做得好 誠意 每一個人的成功都要付出 每一個人的成功都要付出 所有人都要 馬先生, 你和譚校長 和Albert O這麼好 你應該經常都會去看演唱會 是呀 你會帶什麼去? 當然是帶我董事長 我太太 這麼甜蜜 不過我去看演唱會 會帶三件東西 第一件東西就是手機 因為要拍照 第二件東西就是應援物品 可以讓台上的歌手 感覺到我們多麼支持他 也對 第三件東西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帶一張票去 因為沒有票怎麼入場 還差一樣 還差一樣東西? 猴堂 為什麼? 你去到那裡當然是叫的 你是支持者 對呀 你的喉嚨都沙了 所以一定要帶猴堂去 不過車站這麼多店舖 很方便買到 你也對 東鐵線過海段通車之後 由新界東可以一程過海到金鐘 而金鐘站也成為四線匯聚的 超級轉車站 加裝了多項智能化設備 方便乘客規劃行程 例如過海二以模擬影像 實時顯示全彎線 和東鐵線月台的後車情況 和下一班車的時間